热水注入咖啡箱马上飘出来 现冲的手冲咖啡口感柔顺清甜 在桃园复兴区山上种植咖啡的青龙陈端宇 原本是专业厨师的他 结婚后与先生接手了公共经营的咖啡庄园 开始投入咖啡专业的学习 取得国际咖啡证照 2020年开始也尝试种植咖啡树 到三月份才会开花 然后一直到可能8月左右 7、8月开始慢慢结小果 然后再转中国大果 晒在太阳下的咖啡豆 每一两个小时就要进行翻动 确保它晒得均匀 陈端宇提到 一开始会着手进行咖啡种植 是因为供应商的咖啡豆品质不一 就想说自己种看看 知道说复兴区有种咖啡的 那也去喝了几家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风味是落差很大 那也希望说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然后那时候因为人家也不认识我 所以也都不愿意把姜果卖给我 姜生豆倒进烘焙壶中 再到瓦斯炉上左右摇 经过10分钟的烘焙 就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咖啡豆 陈端宇规划体验团 从咖啡园的经营模式 体验烘豆一直到下午茶等 带民众认识一颗种子到一杯咖啡的过程 这边是水源保护区 那所以我们种植的量就没有办法跟中南部的去做比较 那我们复兴区的话就走精致的路线 然后带食农体验的方式去制造更多的客人 然后让我们这个产业可以永续的经营 桃园复兴区农会近年也积极推动咖啡产业 创立了两班咖啡产销班 以小农栽种精品咖啡为目标 打造在地特色咖啡 2023年12月也举办第一届的复兴好咖节 针对参与的游客认识咖啡 品评咖啡等多方面 深入了解在地咖啡产业以及泰雅部落特色 新唐人也在电视明天新章连结 台湾桃园采访报导